大家好,我今天要来教大家一个泰文的单词 最近很多人如果你们看泰国的新闻的话,应该会听到这个字 如果自己直接翻译的话,应该会觉得是什么东西呢?什么鬼? 因为皮是鬼的意思嘛,然后noi,其实平常noi是小的意思,但是其实有小的意思啦 这里翻译成小鬼比较好,但是也没有帮忙 皮,noi,小鬼什么意思?是不是小朋友的鬼什么之类的? 但是是不是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是皮,noi,直接翻译的话 然后跟他有关系的单词有哪些? 皮就是鬼的意思,noi,平常是少,但是这里可以翻译成小 有时候呢,也可以翻译成小 然后呢,leg是真的小,然后矮是大,mark是多 但是也有可以当副识,可以来当形容识有很,有非常的意思 比如说,水嘛,就是很漂亮的意思嘛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真正的皮,noi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皮,noi就是,rengan,tang sa,pikot mai 那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rengan呢,是老公 tang sa,是外籍,外国,外国人之类的 因为党是不一样,不同,然后差就是国家嘛 pikot mai,是非法,pikot mai,是不对,got mai,是法律 pikot mai,就是非法,所以呢,pikot mai,或者rengan,tang sa,pikot mai,就是 非法,外籍,老公,ok? 我们来看一下每个字,跟它有关系,有哪些?reng,对吗?rengan reng就是利,an是工作,放在一起rengan就是老公,ok吗? 然后呢,tang,刚刚有讲,是不一样,不同意嘛 sat,是国家,国籍,被子,也有被子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tang sa,就是,呃,有外籍,有外国,这样子,ok吗? 然后pratet sa,呢,就是国家,因为pratet有国家的意思 一个字已经有国家的意思了,san sa,是国籍,但是平常简 sa,一个字也有国籍的意思 tong sa,是国籍,tong是旗子 然后我们刚刚也有说,sa,也有被子的意思,来看一下 sat tilao,tilao就是,呃,以前上一个,这样子,所以就是上被子 sat ni,ni是这,所以就是这被子 sat na,na就是下一个嘛,也有前面的意思,然后也有脸的意思 在你的脸就是在前面,然后也有在讲未来的,所以就是下被子 good my,是法律,pit,是不对,或者错,然后t,是对,或者正税,它们是相反的 所以pit good my,就是非法,to good my,就是合法 好啦,今天就这样子,就是如果你们有看新闻啊,有可能会听到看到这些字 因为最近呢,就是大家都在讨论 因为有一些就是,那些在韩国 平常呢,我们讲pinoy这个字呢,会想到 非法外籍老公,但是大部分会想到在韩国,但是其他国在应该可以 但是最近呢,就是他们 要回泰国,因为在韩国现在,武汉飞很远走嘛 所以很多人现在是在讨论,该不该给他们回来 或者他们回来以后,该怎么做这样子 好啦,如果你们有兴趣,或者有任何其他问题的话 就留言在下面咯,ok,bye bye,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